監管會先前展開了大規模的金檢查出 有兩家銀行涉嫌貸款給炒房團 因此就開罰了150萬元 對此這聯邦銀行強調說 沒有配合炒房團的貸款 星光銀則是回應說會改善 而現在平均地權條例修法通過之後 就逐漸出現成效了 建設集團的董事長賴正義 他說目前交易量已經大減了50% 但問題是房價沒有下跌 應該要回歸市場機制 投資客紅單炒房擾亂房市 甚至銀行還涉嫌貸款給炒房團 讓金管會大動作 對兩家銀行開罰150萬元 對此銀行也喊冤 聯邦銀行回應絕無配合炒房團貸款 星光銀則強調會改善 會有一些改變 當然成交會比較淡 成交量會比較少降下來 但是我覺得那個房價沒有降很多 多少有一點 就是房價很高啊 平均地權條例修法過後也出現成效 以北台灣來說 2022年市面上銷售的新城屋可售戶數為 65136戶 累積成交戶數29550戶 年減近15% 中斷5年正成長紀錄 衰退幅度創2015年新高 現在交易量大幅下降 大概降了50%左右吧 這個對市場消費 整個的市場是被打下來了 我覺得應該恢復市場的機制 政府不應該從這裡來管控 尤其現在原物料飆漲 以及高地價 以台北市為例 因為很缺土地 一旦有土地標案釋出 都創天價紀錄 另外還有一大缺工問題 以水電工來說 光雙北就短缺1萬人左右 種種原因讓住宅造價大漲三成以上 雖然政府希望能夠讓房市回歸正常發展 但目前看來似乎只有量跌 價難跌 東四台新聞 客王林浩宇 台北報導 點燃熱血棒球魂 棒球經典 看東森